好 那麼大陸漁船 翻船的案子 因為沒有收證錄影帶 所以管不領道歉 那就是對死者家屬表示道歉 表示遺憾 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 死者為大 過程我們還在調查 也是一句話 一直不肯講 現在要道歉也是拐歪磨腳 是因為沒有收證錄影帶 讓大陸的死傷的家屬 心裡面覺得很憂 所以對這點表示道歉 所以這個道什麼歉 這道得有一點不甘不脆 因為我們說那個船是三無 什麼沒有證照 沒有船號 船長沒有加持指導等等 道路馬 你們他們也是三無 無情無義無理 反正就罵來罵去 彼此都罵對方是三無 我們現在一直講說 因為金門地檢署還在調查 所以法務部現在說 你敢不敢去 趕快查 我找這個節目講 你應該查多久 現在大家都退給 因為檢調在查 偵查不公開 通通不能講 證據也不能講 這個也不能講 那個也不能講 邢泰昭總長說 可以適度說明 他也不講話 他也不講話 然後我們政府官員也不講話 通通不講話 所以搞得像迷霧一樣 到底怎麼回事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重啟協商 現在協商的15次 經過一個月都沒結果 兩岸只會互相在那邊放話 不過今天上午大概8點多 9點我突然接到一個訊息說 到另外一個船 開始說翻了 後來說沉了 到底翻了還是沉了 現在搞不清楚 我認為是沉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邊講翻覆 兩岸有10個船 聯手在金門海域去救人 我覺得這就是個好事 至少表示一些善意 當場就說是6個人 他們有20 當時有4個失蹤 現在說有2個生還了 但是2個還是失蹤了 海上可能也不好了 就是說基本上 是在我們的石定島這邊 我們看看 是在我們的東定島 東定島這邊 東定島這邊 東定島 另外它算是在金門外海翻覆 所以在東定島 其實算我們這邊 但是在海峽的溪 金門都在海峽中線以溪 他們叫做 有號碼的 叫做閩龍魚61222 不是三五船 不是三五 有號碼了 我們的海巡也協助 他搜救打撈 在今天12點的時候 我們的兩溪蛙人 也去了4個人 4個潛水員到這個潛艇 到這個沉下去的漁船附近 來協助人道搜索 就可能已經找不到失蹤了 看有沒有去撈 去救等等 這個到底是塵還是翻 因為他們說現在那個船 只露出一個尾桿 所以如果船露出尾桿 應該是塵才對 翻的話尾桿在下面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反正這個船 現在6個人裡面 二死 二失蹤 二獲救 另外王定宇又講話了 王定宇每次都講一些 他說船出中共透過無線電 要求登上我們的東電島搜索 是不是真有此事 海巡署長說不可能 我們會同意他們到救難人員 去現場在海面上搜索 不會讓他登島 如果人在海裡面才要搜索 登島還搜什麼 登島表示已經都爬上岸 那就我們來救就好了 那是我們的島 所以王定宇每次上次都傳出 老共要要求我們的什麼 海巡人到大陸去受審訊等等 當時我就想說有這種可能嗎 當時動了腦筋想 但是台灣很多人會相信 老共這麼無聊 這麼無禮阿爸 把我們人叫在那邊去等等 違反我們主權等等 來 吳委員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 驚嚇的翻船事件 導致到兩岸的模糊 中線的模糊化變成很緊張 我覺得兩岸的關係 其實就是 是一個無法解的解開的解 最好的做法就是又虛又實 又虛又實 這個一中線模糊化就恢復 這個做得最好就是一中各表 一中就是這個中線 各表就是模糊化 你說是你的 我說是我的 對 各說各話 兩岸其實能玩 就只能玩這個 這是最厲害的 我覺得還是李登輝 李登輝兩岸要玩什麼 你當然有很多史的 我們要備戰 要加強 但對外面一定要演戲 所以要找一些演戲來做兩岸的 李登輝這個 你記得那時候就孤王會談 兩岸唱起平句來了 呈現一種和平的 不管是和平是真相還是假相 都要演 避免 不然的話就像現在這種 一件 所以管閉靈 基本上來講 其實就是一件小的事情 這個是叫做日常事務 然後這種就是要做好管理的事情 管理出插座 本來把一件小小的事情 搞成變成兩岸政治的重大危機 所以這個就是管理能力不足 就是管閉靈 管閉靈分 管理閉靈分 管閉靈 他也在演 演 演給我們自己看 厲害的人把複雜問題簡單化 笨蛋把笨蛋 演給自己看 簡單問題複雜化就變成 我們看一下監龍 對蔣機不斷傳來資訊 大陸方面以及海巡互相聯絡 主要是又有船隻翻覆 六人落海 現場持續由本署四艘巡防艇 與六艘舊艦船艦 陸方的六艘舊艦船艦 共同搜救中 大陸快艇越界翻覆事件 十四號就滿一個月 結果在這天又有陸船翻覆 早上五點五十分 有艘大陸漳舟的船隻 出現在金門最南邊的東定島附近 只是在西南方1.07里海域 近限制水域內0.3里 不明原因自行翻覆 船上有六名陸籍船員 不勝落海 陸方及我方一接到訊息 馬上派人搶救 陸方派出六艘海舊船 以及多架直升機 我方海巡則是派遣 四艘巡防艇協助救援 兩方努力下救起四人 只是其中兩名不幸罹難 還有兩人還在繼續搜救當中 雖然翻覆船隻已經超越中線 但我方接獲通報時 仍然迅速成立疫變中心 派出船隻協助救援 救生救難就是我們的任務之一 尤其是驚嚇這個水域 是一個很狹窄的水域 如果雙方不能夠合作的話 那很多事情都很難處理 雖然因為一個月前的事故 兩岸關係緊張提升 只是一旦發生危險狀況 還是人民優先 我覺得台灣海峽 是守護台灣的第一線 如果說這個海峽中線模糊化 或是台灣海峽內海化 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邱國正部長 他會睡不好 因為這樣的事情 對國防部長來講 當然時時都要整個代代 剛剛講這個綠扁帽 為什麼常駐台灣 大家也知道綠扁帽 可以說是美國精英部隊 精英中的精英 特種部隊常聽到什麼三角洲 這個電影都常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精英部隊 常駐台灣 某種程度也是要因應 隨時可能發生的一些 突變的狀況 美國政府對於這方面的回應 就是說為了要因應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 來調整對台灣的支持 所以有這樣子 台美合作的一個關係 對台美合作來講 剛剛講的 金門海域的這些事情 到現在所發生的這些衝突 我們都希望說兩岸雙方 是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能夠藉著這次的事件 能夠打開協商的大門跟窗口 所以管閉林委員 主委這次的道歉 我覺得也是某種程度的釋放善意 從事發到現在 我們除了人道的關懷跟慰問之外 能夠迅速公開透明 完整的把整個事情 能夠去釐清真相 才是對兩岸最好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互推責任 或是加上一些政治上的陰謀 或是算計 我覺得雙方如果能夠秉持著 善意跟誠意 好好的解決這些事情 未來兩岸其實在台灣海峽 還會發生更多 類似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才能夠有一個解決的方式 跟管道跟協商的機制 所以藉著這一次的機會 我覺得是一個雙方兩岸 能夠展開一個協商對話 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 但是如果這次的事件 只是讓雙方越推越遠 或者是埋下更多的心結的話 那我覺得當然對於兩岸來講 是會埋下更多不定時炸彈 來 佩獎 我問一下這個 有沒有帶蜜露器 他們才行 這是有沒有蜜露器 因為說真的 在灰色地帶要去執法的話 嚴格講起來要保護自己 尤其是說現在我們這個 你說這次救人也要帶蜜露器 現在你要執法 你要救人 你要先保護自己 老實講我覺得這每一次 以長遠來看 每一次像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每一次案例 處理方式 跟處理結果 都會變成是所謂的先例 不管國內外 先例的形成在法律上 是非常關鍵的依據 因為依法行政 如果沒有特例的話 那就可以用心例來做判決 所以不管最後的判決 還是跟對方的協商 先例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以2月14號發生的 這一次的沈船事件來講 純論民視 真相最有價值 到底是否違法 到底是否執法過當 這些其實都應該第一時間 誠實 誠懇的對方展開協調溝通 畢竟對方是要有真相 是要解決問題 而不是占我們便宜 如果我記得最近好像看到 有一個是李文中副主委 他在政治群組裡面講說 何須隱瞞 基本上他是指這個官僚系統 為什麼要第一時間隱瞞真相 我們執法過當 說的就是真相會最引人注意 也罪人信服 但我們第一時間沒有提供真相 我們連密錄器都沒有 所以我剛剛問說 我們這次海巡出去 有沒有密錄器 這是第二預備金的 這是第二預備金的運用 可能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要去查 而後來這遮掩掩掩 現在真相消失出來了 也沒有人相信 但是如果以政治面來看的話 我們就很多很多的盤算 我們剛剛聽到有灰色作戰 我們也知道所謂的抗中寶臺 然後再扯的時候 我們說海巡辛苦 然後又是哪位高官該負責 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今年美中特別緊張之外 兩岸也不穩 而且全球都在選舉 台灣剛選完之後 日本自民黨要選舉 韓國總理大選好像也要選舉 在今年底還有最主要的美國大選 所以今年是一個很夯的 全球選舉年 大陸執政當局雖然沒有選舉 但他們要多一點的籌碼 在談判桌上 我們因為第一時間的隱瞞 沒有提供真相 所以讓對方如果不願意 接受歉意 我們是不是我們也可不可以 有沒有這個能力去做 再去付出多一點善意 管閉林主委從到現在為止 他道歉只是針對說 我們沒有密錄的道歉 他沒有針對說我們現在是 因為我們可能執法過當 可能造成有人傷亡的道歉 而且很好玩的是我看 不好玩應該是這樣講 民進黨公職上下 所有人一致口徑 只要是在野黨提出這個問題 都講說你們不體恤 抬循辛勞 不顧古著家主權 這樣去某個程度上 這是很大型的勤勒 在過去的這個月裡面 都沒有斷過 其實如果以執政者 之後520之後 民進黨還就會繼續執政 你一直用這個事件 把2300萬人用勤勒的方式 帶到兵凶站圍的狀態 我不認為這是個好事 我不認為如果是永續執政者 這是對台灣人民應該有的態度 因為我還是滿關切 很多細節到底是翻了還是沉了 因為上次是翻 大家在追究他們怎麼翻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到底是 因為我們講有人講翻 有人講沉 但從這邊看 中國漁船沉默是 只有桂桿露出水面 從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沉 桂桿才會露出水面 但是又說是翻 這個事情要搞清楚 另外你看看 兩邊都在救 哪邊是大陸人你看得出來嗎 都穿這個橘色衣服 戴白帽子是大陸的海難救難人員 所以要分清楚 他們戴個白帽子 我們沒有戴白帽 我們戴的是黑帽 是橘帽 所以這邊看得出來 他們出了六艘船 我們出動四艘船